老宇,说到今日大热的电影《飞西红是首富莫属》,这部电影自7月27日上映以来,持续为局单日票房首位,首日票房斩获2.24亿元,周六单日票房3.18亿元。 截至目前,累计票房已冲破12亿,同时也保持了电影票房实施排行第一的好成绩。 编辑《March》电影中,沈腾饰演一位从普通人秒电报发布的主人公,王多宇,一个月花光是个异的挑战,让他从一身的乞丐装变成了十亿身家的发行拥有者。 抛开剧情不讲,我们纵观王多宇在一夜暴富后的穿着,花上,雍容,混搭,乱叠穿,成了穿搭的主基调。 虽然王多宇的嘴上喊着自己不是爆发户,但每件衣服都在实实在在,地反验证他的说法。 大红大绿,杰斯银吕,一眼望过去,宝巴护无疑,之前在西红柿首付的发布会上,沈腾鸟变王多宇,一身西装上身,领带墨镜纷纷上阵,塞剔上一件外表极具吸引力的长毛绒外套,人群中最闪亮的鱼便非他莫属了。 而电影中多次出现的蝶穿睡衣也十分土袍风,另有宫廷油画的睡袍,即在腰伤的睡袍大,内搭的蓝色剥脸睡衣,各内元素颖有尽容,再配上手插兜的站姿,正引证了电影里的那句话,你们瞅我来起步。 跑车出现的时候,王多宇一西装相衬,不过也许是怕画面太单调,蜡眼及印花西装搭配素色跑车,将王多宇爆发虎的状态体现得淋漓尽致,而说到这件宫廷风外套,是决战绝对算炫富的顶端了,大红色与留金色的他配,内搭低调却反复的衬衫,裤子的金兵也与上衣相衬,这身装般让人看上去不禁惊叹一句。 是,你看起来就很有钱,在雨下竹的对手戏中,这件绿色西装出乎意料,又情理之中的出现了,胸口醒目的口袋金,那他隔文衬衫,可以说意识风格,大大的拯救了这身搭配,让他看上去没有那么奇怪,也成为诸多炫富穿着,终稍微,能让人接受的一件西装,看过了首富王多宇这么多可怕的错误示范, 我们一起来跟底下如何穿得像个正常的有钱人。 电影中王力宏的出场惊喜到了许多人,作为下主的爱豆,王力宏以钢琴王子现身,一身拼测西装简单大方又帅气,同样是黑白搭配的西装, 与生文写到的坐在跑车里的印花西装王多余相比,差距确实有些明显,亮片西装的装霸,不仅能中和西装颜色本身的一点灰暗,还能使衣服看起来更加挺白有形。 连续一格的西装领配色,提升了高级感,内搭简单,既不破坏外套的设计感,又能巧妙配合颜色,不实为穿它典范。 许多人都不认为,自己能驾驭的高级色,一定是蠢色,其实,像王力宏一样搭配完美的拼测西装,也同样优雅高级以驾驭,说到拼测西装, 绝对是当仁不让潮流坎模,经典倦勇,强调十足的穿衣风格,使老爷子,成为街拍界的大神,拼测在他的身上被引用的淋漓尽致,无论是轻松小米大色块香状一产生的浅薄感,还是在饰品搭配上的不出披露。 尼克乌斯特,得用自身穿搭,为男生们上了一堂穿衣必修课,当大快格纹与鲜鸟鸟鸟相撞,绿罗干净,高级感十足的优雅风范呼之欲出,配色虽多样是质感满满,一丧秋冬的灰暗,领后更是凸显身世风范,与众不同的穿搭为尼克乌斯特,带来了别样的超年轻style,尼克乌斯特,在冬天也一样可以互到爆炸, 同色围巾与手套为整体造型增添了更多趣味,拼色西装采用同色系大色块香状,袖子上巧妙的设计,更是为整体造型带来了一丝活力,最新型的乔丸帽子可爱,到完全终合掉了整体造型的严肃感,十分引人注目。 而提到西装的巧妙拼色,Aiden Shop,似乎也可以作为模特,来上一课,瞧着是,Aiden选择的款式,与王力宏一样,在西装领处分天些是小心思,又正又酷的发而完全hold住灯线绒的西装面料,以上一桶色的领结与淡蓝色衬衫加以衬托,巧妙中和掉西装本身带有的油腻,摩登半世足,看过了这么多点半, 有没有get到听自吸中的设计呢?如果有一天你有了三百亿,答应我,不要穿成王多余。